朝鲜的弹道导弹进行了首次实战 除了乌克兰还有谁会感到害怕呢 大家好 我是石涛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在俄乌冲突的前线中 俄军首次使用了朝鲜的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 也就是西方国家口中的这个KN23型弹道 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那么从流出来的视频可以看到 这一款弹道导弹它的打击精度还是相当之高的 并且也造成了相当好的毁伤作用 那么这个KN23或者叫火星11导弹 之所以会出现在俄乌冲突战场 本身其实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 朝俄密切的军事交流中的一部分 那么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 朝鲜在少一谷大将到访之后 向罗罗斯出口了近百枚的弹道导弹 其中就以这个火星11或者叫KN23为主 实际上俄方对火星11的性能也相对比较了解 原因就是从外形来看 这个火星11非常类似于俄军自用的伊斯坎德尔型导弹 那么有传言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 得到了俄方或多或少的帮助 而火星11在各项性能上也非常接近于伊斯坎德尔 另外就是它的部署方式以及整个操作过程 也是与伊斯坎德尔高度的雷同 因此俄军方选用火星11导弹 本身就有快速平替掉自己的伊斯坎德尔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俄军的无人机盘旋在乌方目标的上空 精确的记录了火星11导弹命中的整个过程 可以说是搞了一次现场直播 而从这个毁伤精度和效果来看 这个火星11导弹性能其实真是相当不错 可以说乌克兰方面现在除了要计算俄军工生产的导弹之外 还不得不额外的流星朝鲜方面能够提供的这些导弹 那么这个火星11导弹其实大家也并不陌生 之前就有人戏称它为金斯坎德尔 也就是说是朝鲜版的伊斯坎德尔 而火星11各项均衡的性能 这一次不仅是从西方的推测中 更是从实战的表现中得以证明 可以说这样的一次实战的打击 对于美西方的震撼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一方面这更加说明虽然深受各项的制裁 但是朝鲜近些年来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的弹道导弹 无论是在他们的演习中还是在实战中 都表现出来的非常好的精确性和会伤效果 这更加证明朝鲜的弹道导弹技术的能力提升 是全面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第二方面就是结合之前朝鲜领导人视察导弹工厂的画面 我们可以得知类似于火星11这样的短程弹道导弹 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装备数量有可能是相当庞大的 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导弹技术难度不高 生产的门槛不高 生产的消费也不高 那么在这样的三不高的情况之下 朝鲜完全有能力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弹道导弹 一方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继续供给俄军的使用 而另外一方面朝鲜本身在近期朝鲜半岛风云轨绝的这个环境之下 也是在加紧备战 而这样的导弹对于韩国方面 以及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的这一些基地来说 那都是相当之大的威胁 而从短程弹道导弹实力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推朝鲜的中程及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虽然朝鲜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从目前来看很难有机会 像这个在俄乌冲突一样进行实战的展示 但是从短程弹道导弹的表现 我们可以反推这些导弹的发展情况 恐怕这些导弹的性能 与美西方心中所设想的那种所谓的落后装备 那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朝鲜已经具备了精确打击美西方各种目标的能力 这恐怕是美西方更加头疼的一件事情 如果在结合上朝鲜现在稳定而庞大的生产能力 那么对于美西方来说 在朝鲜半岛周边的这些军事基地 那是彻底的不安全了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